我正正由兼職的炒家 變成全職的炒家 是 出來前三個月 已經賺了我30年薪金 親戚或很熟悉的朋友 不想給他一些股票提示號碼 贏了是不會感激你 輸了就一定會埋怨你很久 一位有錢人假裝在房間說電話 故意被他的女兒偷聽到 讓他全叫人買 然後女兒身邊的朋友都會輸 這些很正格 晚吹,又要威又要帶頭盔 今晚11時半,99台ViuTV